我们基本上并没有允许那位网红进到我们的机舱 股东们台下排排座新宇航空30号召开股东会 董事长张国伟马上就针对日前吵得沸沸扬扬的网红床驾驶舱议题做回答 OK啦他想亲自拿给我可是因为我那天是急证 我也不方便出去 他就说他理解 他跟我们同人表达说他可不可以在驾驶上外头跟我打个招呼 当时银行局认定违法并针对当天担任机长的张国伟 及其他三名机师共四人各开罚新台币六万块 张国伟强调当时并未同意该网红进入驾驶舱 他以赠书的名义到驾驶舱外 接着就一步跨进去 但因为首航是喜事也不好意思请他出去 很多款式航空的股票的投资人都是因为是冲着你来的 的确除了网红进驾驶舱议题 股东们也很关心 张国伟是否会重返长荣集团 对此他表示 并没有要回去留给哥哥们去经营 大家都是张家子弟 谁去经营都一样 另外也要大家以后别再问这种问题 而目前航空还是属于高票价 究竟何时才能缓 张国伟提到主要还是看工需 以目前的缺工情况 以及疫情三年大家都想出国的热潮 可能两三年才会稳定下来 预计今年12月开旧金山航线 明年年中开西雅图航线 另外还要再开雅加达航线 体育学新闻中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Consult.tv